女人已经不爱你的六个征兆,你要早做准备 有些女人值得等,有些女人值得追 然而有些女人就要再该放弃,就不要拖泥带水 否则将会对自己的爱情之路制造多个有形无形的障碍 为了避免在爱情之路摔跤或误入歧途 以下女人已经不再爱你的六个征兆,还望你能熟悉于心 到时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对号入座 人生苦短,情路漫长,且行且珍惜 相对无限的家人,有限的时间更是尤为宝贵 一,女人对你越来越没有耐心,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有事没事就拿你跟其他男人做各方面的比较 直至让你无地自容,或许女人有意让你难堪 竟然提醒你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再为了没有将来的感情死残烂荡 二,女人犹如换了一个人,以至于你都感觉不认识现在的她 曾经有说有笑,到现在的争吵打闹 动不动就无视生非,从而让你陷入无休止的生活烦恼和麻烦里不能自拔 三,女人的一言一行,给你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平日她会对你爱搭不理,或者置之不理 除非她遇到棘手的事情,主动来找你 否则你有事没事,想见她一面,无异于痴心妄想 四,女人的交际圈会进一步扩大,并且你还无权干涉 即使她结交多个普通异性朋友,你也要不闻不问 否则女人就会认为你在多管闲事 她经常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 虽然每次都喝多,但是至于有没有犯错就不得而知了 五,女人会以争吵替代沟通,剩余的时间就在冷战氛围里度过 你们相处的感觉简直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 先前热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早已会飞烟灭 六,女人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避而不见 即使难得见一面,女人也会少言寡语 不是低头玩手机,就是沉思或发呆 你们见面流于形式,或许你们残留的感情也早已名存失望 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说服自己接受残酷的现实